這裡是南投仁愛鄉春陽部落 寧靜的深山 這一天突然熱鬧起來了 一百多名環島蓋屋志工團 捲起袖子 要重建G洞 大火燒毀屋子 切開木板 平時怕是辦公室OL 假日卻搖身 變成蓋屋志工 那最主要是說 幫助一個弱勢 因為這樣子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什麼東西 我都想要去 試著去做做看 剛剛這要靠這個 太清楚了 頂著腳尖在窗戶旁 盯上木板 小女生這個時候成了大力士 她們都是來自圈台各地 各種行業來做志工 自己花錢吃飯 搭車甚至捐款 再付出勞力 但她們卻甘之如瘾 只要人進來 這樣就OK了 那裡面的衣箱洗衣機 還有抽油衣機什麼 廚房所有東西都會付給他們 從921之後 這個志工團成立了15年來 在全台各地蓋屋子 他們說愛 就是在別人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 也就是這個念頭 打動了不只有一工 還有營造公司 3.5噸工程車開進工程現場 這一輛車就負責載滿滿的工程器材 還有餐台 陪著義工上山下海 捐車護主這還不夠 自家主管也捲起袖子 一頭摘下 其實我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非常驚訝在一個工地裡面 居然每個人整天都在問 這裡有沒有我可以幫忙的 中午吃完飯隨地休息 接著還要繼續上工 一間房子現在已經漸漸成形 假日或許你待在沙發上 電腦前 但他們卻是為別人搭起一個家